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100块的Visa 还有一个人寄50块给我 所以总共我收了150块 还有我做一些游戏在网上得到一些钱 虽然不到200块 但是就是蛮紧的 所以我觉得写这个单真的有帮助到我 我以前也曾经试过写下来 然后放在许愿盒里面 或者是祷告盒里面做祷告 做你一个祷告这样子 你看我这个不是早上写了 到了中午就实现了 中午然后到晚上就实现了吗 好 感谢神 但是天使是有这么跟我说 因为我的学生可以看见跟天使谈话 所以天使是说你许了愿之后 你也要努力去实习 他是说努力工作 那些天使是说要努力的去工作 不是光在那里做梦而已 你要努力的去工作 但是网上是有一些人说 你只要靠你的思想说 我会吸引财富就可以了 但是天使是跟我们讲的 你还是要去工作 努力的工作 OK 现在要跳过来讲这个自恋型人格 自恋型人格 你看那个北韩 他那个总理是不是杀了他的哥哥 然后他都不觉得怎样 他不是杀了很多人吗 他们自恋型人格是这样的 神就让我看见这些官方啊 下代舒缓官方杀了人之后 他们还是可以玩得很快乐 因为他们没有同理心 他们缺乏同理心 然后就是反照的 就是我看见赖妈妈还有赖小弟弟在一边哭 没有人帮助他们嘛 赖小弟弟是一直说他要回家啦 然后赖妈妈就是一直找人要帮助他 没有人要帮助他 大家都拒绝他 他们觉得不需要去帮助赖妈妈 他们觉得 他们就是觉得赖妈妈和赖小弟弟 是有点说是 他们是高等人 他们赖妈妈他们是下等人嘛 他们有一种思考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在我印象看到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必要去理他们 你看这个是在网上那些人拍出来给我们 看着说你看赖小弟弟时候 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们继续玩他们的 他们也不会去想说别人会怎么样 而且这个是他们造成的 他们是没有 就是缺乏同理心就是了 这个是我今天想讲的 我最近听到那个真言二四篇 二十五篇章 他二十五节 他就说 责备二人的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所以你责备二人 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会临到我们 所以我为什么每天跑来这里责备二人 但是神是亲自跟我讲 你看见二人要逃跑 因为他们会陷害你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很怕 那个下代书他们会陷害 徐律师还有高法医他们 但是我去祷告神 然后牧师就跟我讲说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 因为下代书和官方 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我不是踩徐律师他们 就是他们有什么 有公权力 所以他们根本不把 徐律师他们放在眼里 就是了 这个是神跟我们讲 我们是这样解释的啦 所以但是神说 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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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这个公道就是了 所以我们感谢神 神会主持公道 感谢神 我就查一下 查一下困苦的人 神要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 所以你看那个第三个经节 他就说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 何故而生冤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 施行公义 因为神他的个性也是这样 所以他也希望我们是他的小孩 他也希望我们有神的公义 所以神是叫我们为贫寒的人 何故而生冤 神也会为他们生冤 你看第一个经节 他就说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便去 神就是 是这样子的神 所以感谢神 神啊 求你帮 赖妈妈 他们便去 神缘 不但是赖妈妈 好像 徐律师 他们都被欺凌 都被霸凌 主耶稣也 求你帮他们 便去 还有这些 网友也是 我也是 我们 都需要神的帮助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